呵呵 我要去滑雪了 今天我跟老板就不考虑去云顶那么远了 因为摩托 我们两个呢就在这个附近银河滑就行了 老板是直接全副武装好的 直接上雪道就行了 我们这个双板不行 双板还得折腾一下 今天啊我们两个的滑雪票非常便宜 就昨天我们两个滑了六百多块钱 滑了四个小时 今天呢这个雪场我们只花了二百五十块钱 两个人可以滑一天 呵呵呵呵 我俩就住这个新南谷啊还是继续住这 今天就就近啊 就不跑了 银河滑雪场 这个银河滑雪场啊就算是崇里这边 价格比较便宜点子了 主要这边啊 算是有一条特别长的出击道 这适合小孩啊 这边真的是 不动 都是小孩 这个滑雪场适合小孩的出击道 我去中高级道了 找个地方换个装备 老板又去调他的那个板了 我这个倒是不需要调 滑雪啊真的要注意啊不要丢东西 这不是说是被人偷是自己丢啊 我一个麦克风给丢了 造孽啊 然后找不到啊 最后要补一个我往往上的 八百块啊 损失参中啊 还好手机没丢 相机也没丢 昨天啊就没有穿这个滑雪裤知道了 所以说把我动的 状态都不行 今天滑雪裤带来了 我现在就没有用麦克风啊 就用的是这个 媒体套件的一个收音 就够了 不然的话万一一滑 这个麦克风 不知道从哪儿掉了 哎呀掉了就掉了 都是签子 我这个镜子便宜啊 几百块钱啊 老板那个1500 昨天挂了两刀 损失也惨重 先上眼镜 因为这边天气不错 然后也不说是去到外 所以我就没选择 那种可拆卸或者价格贵的 看啥水平 啥位置 选择什么样的眼镜 我也不起物就够了 头柜一定要选个好的 保命的 今天穿滑雪裤 昨天没穿 导致的 那个脚还是不行 因为滑雪裤 可以把鞋包起来 我昨天没穿滑雪裤嘛 所以我就 那个裤子就要 放到这里边 可能 增加了点厚度吧 怎么回事 就没有那么舒服 这真的是 十只毫厘厘米至千里的东西 心里左右 今天 穿的滑雪裤 还有袜子 这个位置就是刚好一个袜子的距离 这个鞋啊 自己单独穿真的好难呢 晚上一定要拿到房间里 不要放在外边 放到外边这个鞋子会动得硬 不硬以后你根本就 背不动它 一跌 我一种每次我穿完 我都不想拖它的 一天都不拖的 哎呀 这台是穿了一只脚 这边一定要调好 不然的话 我脚的真的好疼 这全靠调了 我慢慢折腾 就这样了吧 疼不疼呢 现在也说不上 因为 得试过才知道啊 这个真的 就这儿疼 就这个位置 我的这个小黄包 不但是醒目的颜色 还可以装吃的 看到没有 哎呀我磨磨蹭蹭的 就在那半个小时 老板那去练去了 哎呀我这脚啊 真的这个鞋穿这个 可能昨天 真的是受伤了 这家是A所道是高级道 B所道是中级道啊 我先去中级道 找一下老板 也热个身 这边贵贵小孩给我 我这个床啊来的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价格便宜 一个粉丝大哥 他媳妇有这个 每天有一张票的名额 他不划 然后就卖给了我 在这里啊感谢一下粉丝张哥啊 就是 他昨天过来的嘛 我们晚上一块聊了块天 他告诉了一下 我们怎么样子 买便宜一点的票 老板呢也是买的全天的票 花了150块钱 就很便宜 我这张票呢才花了100块钱 就是你们反正是 抖音那边的话算便宜 但是也算贵的 可以在咸鱼那边呢 找那种就是 应该算是导票的 他们有名额有资格 然后但是又不想用 不划就一百块钱 一百五十块钱卖出来 你要正规来买的话 就可能三百二三百 你知道吧 这就是技巧 哎呀上去了 这学长的设施都挺好的 哎呀 我今天还是有点点 昨天就是因为 因为没有穿那个滑雪裤 导致到我这个 把裤子塞到鞋里了 现在好疼 这是银河 他们说银河呀 什么的万龙 这些都能通的是不是 哇 我的这个手 昨天也稍微 我照子先打开 等一下 那他一口气的 这一个 等一会等一会 不用不用 不用 你照子现在不打一会 把打 你要到这个位置 对 有人开枣了 叫他就叫 所以护栏不要打 照子要不要打 抛掉抛掉抛掉 走走走走走 走走走走走 这些下缆车的时候比较紧张 快速把缆车停一下 好了好了 再热身呢 先热身 不要着急 热身的话最好再终极到热 走慢一点 你这边学员多 这些学员多是全学员啊 我的妈爷爷 你都分析不了哪条路径 这好像也不是终极到的水平 是不是走得到的还是 前方抖坡 走这边 哦 那边就是崇礼县城 崇礼这个位置确实是 昨天独步 这边是检华县厂的好地儿 好了我也要认真真的练一会儿了啊 确实是 没有一个朋友就是玩双板的 能跟着我 帮我拍点东西 等有机会了 刚才那一趟 我可能把杆子收的太多了 我现在放长一点 再试一下 用360拍 固然是能拍到 拍到全身 但是感觉有点湿深 所以我现在就用了这个鱼眼镜头 试着拍 我也是第一次 用这个 买了一直没用 高速的客华容易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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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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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结束啊 老板先回去了 我也准备收拾收拾 回来了准备收拾东西咯 这就是我的鱼眼镜头啊 装好滑雪潜水都可以用 包装倒是挺精致 哎呀休息好了再干活 把板装进去 这个板足够我把这个 就carry练好了 我现在的水平说真的啊 嗯 初级往中级奔 然后但是我有时候觉得就是我感觉我滑的也不差 但是就是那么的 状态 不是那么理想 可能更好久没滑了有关系 还有就是 我我我carry嘛 克华吧 就得用手手杖 就不可能拿相机拍 相机拍的话 还得找个人 找个人跟着我 然后这个速度又快 单板又跟不住 只能找一个双板 双板呢咱也不认识 我还得找个双板高手 我这双鞋呀 除了这个位置 真的是有点 哎呀 割我的脚 可能是我穿的那个 袜子有点厚 我明天就穿普通袜子 就应该好一点 哎呀 应该能陪我 一直练下去 滑雪啊 试一下非常健康的冰雪运动啊 但是确实是真的好危险 就是我的那个张哥 他早上给我弄了一张一百块钱的票 哈哈 就他卖给我的 真的是帮我大忙 不然我得花好多钱 我现在又让他帮我再找个明天的 像这片子那样的票 哎呀 就是认识的人越多 路子越广啊 能省钱吗 应该都带走了 哎呀 但是呢 他今天没办法出镜头 因为他早上八点多来顶门啊 直接去 因为他昨天晚上到的重底 他今天八点多去顶门 就是 就第一个滑滑那种的想的 前几个人 结果呢 他滑了两个小时左右 手直接进骨折了 直接左右手都骨折了 我过来的时候呢 看到他手都肿得很很肿 然后去医务室 最后呢过了一会儿我又说你怎么样了 他说 他说呢 拍了个片子 然后打的石膏 哎呀真的好难呢 我说 真的 所以说滑雪要注意安全 我今天晚上回去以后呢 再跟他聊一聊天 如果说 看到时候拍不拍视频吧 真的滑雪真的好危险的 但是呢 你要练好技术啊 就是不要不要嘚瑟 就包括像我吧 现在这个水平吧 我就说 我只要想不摔怎么都不会摔的 我只要保证 你们看我每一次做动作的时候 我都要习惯性的往后看一下 我就害怕别人要撞我 知道吧 我是 几乎是不可能撞别人的 知道吧 尤其是今天状态非常好的 我 练够了 现在都 现在都是回去的 不然过要温度降低了嘛 好了 这个视频就到这结束 所以说 我明天呢 还是继续想在这好好练 我就想练克滑 然后我还想练道滑 道着滑 等我成为道滑高手 我又没展示如何道着滑 双板就这点好 就可以练很多很多 大家有机会练双板吧